记者刘丽人台北报道,大爱电视台新戏至子之心,外传中国认为其中描述日治时代的情节由美化日军之嫌,国台办主动关切后,大爱播出二集及停播。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,NCC,今天召开委员会,任大爱电视台营运显有不当,影响广电媒体应具独立制播及营运自主制原则,要求大爱到NCC陈述意见。 日后电视台申请换照时,NCC也要求必须经营者保证可以独立自主营运,才会同意换照。 NCC发言人翁百宗表示,大爱无预警停播之后,才打跑马当通知月听众,违反消费者权益,令外外界传言中国介入而停播。 翁百宗表示,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受中国影响,但不排除有这个可能,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,拒绝外来政治影响我们的广电自主原则,包括中国的政治力。 翁百宗表示,大爱对外说明无预警下架是为了和谐,NCC也想知道和谐所致为何。 未来广电媒体换照时,这些记录都是考量重点,至据改编91岁辞济至公林智慧的真实故事。 以日本殖民台湾为背景,内容讲述林傅18岁时不顾家人反对,坚持前往香港及广州当战地护士。 首集播出后,传出中国国台湾不满,全剧35集才播出2集就腰斩,引起轩然大波。 好看啊! 好看啊! 好看啊!